嗨大家很久沒有來跟你們分享近況 近一個月真的過得非常非常充實 因為剛回國然後就有一些交換生跟 包括資料也要交交 然後再加上籌備一些學校活動 所以完全沒有意識到 這麼久沒有更新 那這次的主題就是跟你們分享近況 還有一個就是愛用品的分享 對我最近用到一些不錯用的東西 然後特別特別想推給你們 那我後面會來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現在就是下午本來就安排要去健身 健身是我這一個月才開始結束到的一個運動 那是因為我本來就先上了幾個車彎 那醫生就跟我說如果我復健再搭配核心訓練的話 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了 健身的習慣 對核心訓練一開始真的非常不適應 很累 因為我一直以來好像在使用核心上面的方法 就是有點不太對 所以現在再努力的調整回來 那我現在就是要準備換一套衣服 然後去健身 中文字幕提搭配合 дел IT 我們在這裡 準備好了 我來 Dlatego的 вли hice 很可愛 欸 很可愛 很可愛 哇 待會呢要出門 然後我現在要來處理一下我的頭髮 然後就直接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很喜歡用的 就是關於頭髮的東西 這個是Aveda的梳子 然後我不用了它其實用蠻久的 它就是可以抗精健的一把梳子 那因為我頭髮之前漂過髮 所以受損比較嚴重 然後在使用它的時候 在梳的時候比較不會頭髮扯到會痛 然後接下來是我要介紹我的電棒 因為我去年要準備出國的時候 想說買一個國際都可以插電使用的電棒 所以呢我就買了SALONIA的梳子 那SALONIA的電棒 那它電棒就有分顏色 那我選這一個是白色的 那它每個顏色都有分 就是專門對不同髮質 想去做篩選就看哪個電棒比較適合你 那我選的這一個是針對細軟髮的 它這個顏色白色真的很有質感 它做的是那種霧面的 然後調節溫度的話就在裡面這裡 可以調節 對它使用上就是蠻簡單的 開關電源是從這邊開 那我通常都轉到180 那它的這個紅色的燈如果變成綠色的話 就可以做適用了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上好髮油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可以直接上電吧 現在看得出來我這邊已經是夾過了 現在看得出來我這邊已經是夾過了 然後這邊是還沒夾的 那它夾完的時候看起來真的是髮質 很好很順 整個真的超順的 因為我之前夾其他的電棒 有些在夾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就是你剛夾完它就是會扁扁的 黏在一起然後這樣一條 常在使用電棒的話應該可以聽得懂 然後它也不會完全很貼頭皮 它看起來就是整個髮質變得很好 那我現在就把它點加完 因為我本來就算天生有自然卷 所以每天夾電棒是一定需要的 為什麼會不會很會兒 在一起 對 很貼心 我會不會不 share 我會不會很貼心 你可以買一手 把褂蜜 讓我把蠍蜜 那麼貼心 我 Perfect 我 真的 你 很貼心 你 這 它做的有點像小相鋒 很漂亮 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我裡面的話 有10塊錢包 這也是小CK的皮夾 好像是前年買的 還是去年 好像是去年的款式 這一個我真的超喜歡它 它是乾洗手 然後它還有保濕的效果 它就是這個牌子 它這個牌子還有賣洗身體的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帶它出門 因為它的話有一個非常非常香的味道 寶寶香加上一點白色香的味道 所以它聞起來真的非常的清爽 我最近很常用這樣子口紅 這一支大家應該還很熟悉 就是我之前介紹過的14色號 對 這是美肌座的14色號 那這一款呢 是我在韓國的時候買的 我去韓國的Olivian的時候 這款真的是很熱銷的一個顏色 我記得這是22號 然後它的23號顏色 大家都很喜歡把22跟23一起疊差 但我那時候只有買22號 然後我都拿它跟這一個疊差 我現在嘴上的顏色 就這兩個顏色加起來的樣子 有預設有預設 我現在已經到家了 然後我還要跟你們分享我的愛用品 就是這一款植村秀的卸妝油 大家應該不陌生 因為我之前有跟你們分享過 但我忘記我上一次是分享 幼稚的還是分享這個精粹的 反正呢 我現在就是這款精粹的 我快用完了 那我之前有用過幼稚的卸妝油 唐榮信這次就是有跟植村秀合作 然後要來跟大家再分享他們的心情 那因為現在呢 慢慢的在解禁口罩了嘛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非常在意自己的容貌搭力啊 然後出門就是會非常的care自己的膚況 還有整體感 那你今天不管是化全妝 還是你只有擦隔離霜防曬出門 就是你回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清潔乾淨 因為如果你沒有清潔乾淨的話 那你試試就造成膚況不好 然後你在上妝的話 因為會非常的心情會不開心 所以呢這邊要跟大家建議一下 就是如果你常常在使用彩妝產品的話 所以最好要用卸妝油來清理你的肌膚 就是用乙油融油 然後把你生成的一些毛孔髒物融出來 然後保持就是你的肌膚清潔乾淨的 所以呢我接下來就是用紫森秀他們家的產品 這個柚子的結顏油跟這個新產品 柚子結顏乳來跟大家示範 就是整個卸妝的過程 今天展示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我通常在使用卸妝油的時候 是在手乾的情況下 下去卸妝的 然後按壓的部分是三到四下 這款柚子卸妝油成分是比較以優質的 天然植物精油萃取出來的 所以卸妝質質很溫和不傷膚 除了毛孔卸妝力很好 它同時還有保濕的效果 清爽不油膩真的非常適合夏天來使用 而且它的味道也非常放鬆 就是淡淡的柚子精油味 而且我在初戀的時候 我會特別去強調我的T字部位 因為它真的超級有感 它會自然幫你帶出一些髒污或是小粉刺 可以搓出很明顯的顆粒感 到了乳化的部分 我通常會沾水乳化三到四次 那它的無敵乳化系統 乾濕手都可以乳化 輕鬆幫你溶解掉臉上的殘妝 所以呢很多人常常說 只要用到了紫春秀的卸妝油 真的真的會回不去 這是紫春秀的新款柚子奶霜泡泡 它只要加一些些水就可以充分的起泡 過程中你也可以聞到淡淡的柚子清香味 它不只有味道很清爽 它的質地也非常清爽 柚子油一樣裡面含有日本柚子萃取 富含維他命C跟檸檬酸 可以緩解出油或是閉鎖性粉刺 它是呈霜狀質地 不含造激成分 所以洗完還是一樣 非常的保濕不緊繃 所以呢這個柚子系列的產品 它不只有針對容易出油的油性肌膚 如果你是乾肌啊混合肌 都很適合用這個產品下去做使用 因為尤其你遇到壓力大氣溫變化 或是環境變化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長出一些悶痘或粉刺 像我清真子剛從國外回來 就是因為環境氣溫的變化差太多了 一下從零下跑到一個二十幾度的地方 然後我的皮膚就真的很受不了 然後就長了很多悶痘跟粉刺 而且加上我們清真子都要戴著口罩嘛 所以就是在長那些必鎖性的粉刺 真的很容易 然後就難反 雖然那支回來我就開始 再用紫春秀的卸妝油慢慢的把它調理回來 所以紫春秀它這個柚子系列的卸妝油 沒有只有整整油肌哦 就是如果你是乾肌或是混合肌 你也可以下去做使用 那接下來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對比圖 第一張呢這個圖片是 我在接觸到紫春秀卸妝油之前 就是我那時候剛好有拍下來 因為我之前呢下巴真的很容易長一些 痘痘或是粉刺 後來慢慢使用之後 就變成下面這樣子 比較少一點點粉刺 雖然還是會有 但就沒有這麼的明顯了 然後再來下一張是 我用肌膚的檢測一下去測試 就是我在卸妝前跟卸妝後的一個檢測 那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我的水分啊 還有油性的部分都有改善 然後下面這張對比圖呢 是我有沒有使用柚子卸妝油的 隔日出油量對比圖 那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就是 我有使用跟沒使用的隔日狀況 就是出油量有減少很多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回到愛用品分享 香氛系列 我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露坑的兩款香水 第一款是這個Tambourine 然後我之前在Instagram上面 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款是Tramel 它是跟Jenny的同款香水 那我那時候就是看 因為是Jenny主打的 然後我就很好奇 然後我就去 新沙洞的這個Tambourine 看這裏香水 那我還記得我剛開始 第一次吻的時候 我還沒有買下它 之後就是 去了這個 史莫的 第一下噴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偏甜 那我本來就不是喜歡甜的味道 我喜歡木質調的味道 可是我 噴到厚掉 我就是回去之後 我一直聞 我就覺得它的厚味 聞起來真的非常的 就是中性 然後很木質調 我就整個 非常喜歡 再來這一款是 Edit的香水 我那時候是 在聖誕節黑舞的時候 我去逛Sephora的時候買的 所以它在買的時候 是比較優惠的時候 那它這一罐呢 在韓國真的很有名 尤其是它的 固體香水 它就是 有一個是 擦在這裡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抹的 但是我自己 比較還是習慣 只噴香水 所以我就沒有買固體的香水 它這一罐呢 是 白花綻放 然後它這款的味道 真的真的 超級適合 睡前的時候噴 因為它就是噴下去 會有一種 你剛洗完的 一個澡香的味道 然後我記得這款是 跟宋志亞同款 我記得它之前 好像有來分享這一罐 它這罐味道 真的是厚掉 會讓人家 沉浸在一個氛圍感的感覺 因為它厚掉真的 讓人家覺得很舒服 很放鬆 就是 剛洗完澡 你睡前噴的話 也非常適合 因為它味道沒有很重 沒有很濃 Baredo 那這瓶我有點 忘記之前有沒有在YouTube上面 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我覺得這罐真的非常適合 夏天的時候噴 所以我又再跟你們分享一次 這款是 Influoresis 那這款 我身邊的 聞到都超愛 它的名字上 就可以知道 它是屬於一種花香 一噴下去就是感覺 你躺在花海裡面 真的超級上頭 因為它的花香不是那種 非常 花香感 它是還有帶一點 色香的味道 覺得其實它不管任何季節 還有不管任何穿搭 噴它真的都非常適合 再來是這一關 它是物理良品的空間分香油 它叫做綠意 這款 然後我還記得 這款是我在逛物理良品的時候 就是想說 欸好像這也沒記得 它有出這種香氛 所以我就聞了一下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味道真的很好聞 它好像有分四種味道 然後聞下來我覺得這款真的 最讓我喜歡 而且我後來又買了一罐 比較大罐的 因為這個小罐 我那時候想說先回來游泳看看 看它在就是室內裡面的擴香有沒有真的很持久很厲害 然後我覺得我是放在廁所 我每次進去廁所真的聞到這個味道都超級超級放鬆舒服 它這種味道真的是 你聞到會覺得好像真的在哪裡聞過 但你又不知道怎麼去形容它 就像是你可能在飯店會聞到那種味道 我後來再去逛物理良品的時候 我就跟我很多朋友就說 欸我先帶你去聞一個東西 真的很好聞 然後我跟他們聞過這他們就說 我下次也要來買這個 好的這就是我這一次的愛用品分享 那最後呢在我影片底下資訊欄有放上連結 那個連結呢是紫春秀這次的 柚子鹼乳跟卸妝油的試用包 大家可以點進去那個連結 然後趕快去領取喔 不要錯過這個活動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